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在两个国家的中间建了一座城 把他们隔开 这下 吐蕃和突厥就没办法偷偷联合起来一起做坏事了 他们气坏了 就拼命地攻打这座城 守城的唐朝军队被左右围攻 非常糟糕 可就算天大的危险 也阻挡不了将士们保卫国家和百姓的决心 这天 王昌龄也来到了这座城 他被唐朝将士们的精神深深打动 于是挥笔写下了这首《从军行》 《从军行》 战争随时都会打响 王昌龄从孤城上向远处望去 心中充满担忧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意思是说 从青海湖到七连山 感觉这一路都布满了层层的乌云 这么大的荒漠里 只有那么一座城 和相隔千里的玉门关遥遥相望 突然 一阵黄沙卷起 王昌龄看看大唐的将士们又忍不住称赞道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将士们已经在荒漠经历许多战斗 连身上的铠甲都已经磨穿了 可他们依然有着不打败来进攻的敌人 坚决不返回家乡的决心 诗里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楼兰 楼兰是汉朝时的一个小国 到了唐朝时啊 早就消失了 为什么还要不破楼兰终不还呢 原来 汉朝时 国家的西北边境 常常受到楼兰军队的攻击 可汉朝将士们把楼兰打败了 王昌龄希望唐朝的军队能像汉朝军队打败楼兰一样 把西北边境的敌人赶走 于是就用楼兰的历史故事来鼓舞将士们了 不只是王昌龄 许多诗人都会在诗里 用楼兰来代替唐朝西北边境的敌人 比如李白 就曾经为边塞的将士们写下 徽刃斩楼兰 万公赦贤王 所以 如果我们在唐诗里看到楼兰两个字 那么诗人指的很可能就是唐朝西北边境上的国家呢 王昌龄的《从军行》里正是用一句 不破楼兰终不还 把将士们那一份守卫国家的热血 化作一声坚定的呼喊 带到我们的耳边 真不愧是边塞诗里的佳作 最后 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从军行》 青海长云 暗雪山 孤城遥望 玉门关 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下期节目 我们要认识的诗人呢 跟王昌龄一样 特别喜欢写边塞诗 巧的是 他也刚好姓王 于是 后人就把他和王昌龄 合称为边塞二王 他是谁呢 西瓜姐姐下期再告诉大家答案 我们下期再见